其實我們主要就是可以很快 Google Map已經算快了 我們兩次課把Google Map V2搞定其實算已經不錯了 但是至少你們應該會遇到問題 不過問題也沒關係 就是說應該都是可解決的 而且放到目前為止應該還算順暢 都是可以被解決 而且有同學也有試什麼Dropable 結果不能一定要按住不要放 那個D標才能夠移動 要按久一點跟同學提供的意見 另外的話那個位置你可以調一下 還有那個icon的圖示也可以去更改 不過你會發現做這麼多事情 看到的其實還是有限 所以如果說我們換另外一套東西 有沒有辦法快一點 因為我們的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我把那個重點跟各位提示 比如說第一個在PhoneGap裡面怎麼做開發 那我也提供給各位工具 其實你們只要把這個工具打開之後的話 等一下先下載幾個東西 總共我有打包兩個東西 也在雲端上面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的第14章裡面的那個 那一個是已經做好的PhoneGap地圖 在第14章這邊 那一個是如何把PhoneGap打包到 我們Enjoy SDK的Eclipse開發環境裡面 那以後的話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這兩個都是範本 一個是PhoneGap的範本 一個是打包到Enjoy裡面的範本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是 我這邊有一個檔案是這個檔 Google Map的JQuery 你把它下載下來 OK那下載下來解壓說 我把它解到桌面上好了 第一個 那裡面的話實際上就是一個網站 你其實你可以也可以把這個 這個當一個網站 就是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那個上面 一個PhoneGap的Google 這個是一個如何把 PhoneGap做好的這個專案 把它放到我們的Eclipse裡面 也是變一個專案 所以這個是一個專案 你可以把它匯入進來 然後呢 怎麼樣再把它放到裡面 變成我們的專案的一部分 其實這兩套就可以 而且無縫的 放進來喔 幾乎是看不出來 那這怎麼做的 其實非常簡單 裡面的話就用一個WeberView 有沒有 WeberView然後把它全螢幕 全螢幕之後就看不出來 所以在手機上Run也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做好的類似項 這個先從 所以你只要